我就跟着前面走 最怕的是两个人都想上手 没有一个人在管 没人管事 那么这个肯定局面打的乱七八糟 对了 现在上海队这两个人当中呢 基本上是阵容级来主控 上坤呢 他基本上是主控 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其实双大比赛呢 因为你的发球呢 是只能发这个半台 所以说其实他选的时候 选边的时候 不一定选边 选边发球 他不想单打 单打我的发球 可能就是选边比较大 你现在就 对方反而容易上手 所以双打的时候 双打的发球 他不一定占上风 就跟你说的 完全是三拳 这时候 江森之的第一个接球 没有这把球没接好 他们这对双打是在前面 是 第一场打的时候 他们完全是深配 没有配合 第二场呢 基本上他就配出 现在郑融智发球 郑融智刚才接发球 这个轮次两个球接的不理想 对 你慢慢进入状态 我们来看发球 好球 双打他就不一样 那他那不一定那么大力 他只要打角度 因为你 你毕竟是一人一拍 他不像这个 这个羽毛球 就是可以你连着打 他这羽毛球必须一成一拍 所以你看他打角度就可以 对 所以双打当中 主控的呢 非常重要 他首先把这个位置给控制 后面是 另外一个主控的是 跟着你的位置 所以你把这个位置给划掉 全部这个主控 就所谓的主控 就是调的 对 就到当年 那个延伸跟王立琴配 完全是 这个是 延伸就主控 对 王立琴就主控 对 那么后来呢 包括陈吉 对 他和这个马林配的时候 马林就主控 对 对 对 好球 好球 这个球其实这个谁上坤 这个 接下来就戳得比较长 捅到底线 这个 现在韩国都等于把这拼运动员就放到中国中上来锻炼 是吧 他诸诗歌 对他们来说 价值很大 对 尤其是女子 像这个日本的这个叫什么 平衡美语 美语 这个应该讲还是有威胁 对 对 他变了 这很运气 对 这个阵容子来说 他连续进攻当中 他的位置是站得住的 对 连续进攻的意识和能力 他也是有的 只是力量稍微差一点 对 那这个呢 可以通过落点的变化 对对 稍微加以修改 平衡一下 所以他主控是对的 在大 王立琴是打双打 他还是很有经验的 对 对 对 还记得 四两波天天啊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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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芳和这个 尚昆这个交流 不知道用什么这个 这个语言 好像是用汉语 汉语啊 好 好 好 简单的汉语 可能这么一个还是 但是现在孔明轩的什么呢 他他能力还是有的 嗯 你如果对他 这控制不严的话 他这个反冲还是有一点危险 好 这两板球连续两板 嗯 连续两板等你们上手他就反冲 对 所以他们这个意识很强 他发球既然发不短了 他就发一个长子让你拉起来 半不拉击的球 嗯 拉起来我就冲了 所以这个球啊 对他们上手来说不是上了就行 你上还要有质量 嗯 还有弱点的分配 嗯 当然说说都很容易打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但这个路子一定是这样的 嗯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蔡伟和孔明轩两个人的短球的处理都比较硬 嗯 都是硬场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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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出轮车连就吃了 对 这就发对 嗯 你就干干净净就发个下水 嗯 看你怎么发 对对对 什么叫发下去 发的下水就是 但是你一下子解决不了问题 嗯 你必须还要重新来一个回合 你没有办法的嘛 可怜啦 对啊 非常棒 加油 上海队 这个你看 叶宁你看 明显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种是站住脚 对 好好球 好好球 没关系 再来 这温柱确实是 还是非常的猛 你看 你看他这个站位就是 双打当中有这种站位 就很猛 对对对 两边这样插 插萌样 打进台的人他插萌这样跑 嗯 还有一种跑法呢是八字跑 嗯 那么八字跑就是两个人 轮缓进口 要绕了 那么他站前的人 嗯 他就这样跑 后面人就跟着他绕 跑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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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就比八 这把球路质是对的 分容值的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嗯 那么他也就是这个 你让他把使力也不行 现在对上坤来说也是 对冲的时候 他还是速度要更快一点 嗯 就动作还要快一点 否则这个球弹出来的球 冲力很大 哎 漂亮啊 搞真的叫没成功啊 没唱没上台很好 哎呦 刚才呢 你再送给你两个揭发球 对对对 全滑回球 现在大家就是同一期跑线啊 就到关键分了 9比9 上海话说比个字 没干好几个了 哎呦 我不应该了 我不应该了 所以没什么懊悔的 啊 这个他手上是可以的 嗯 这个他手上是可以的 我就喜欢他这顿 对对对 朝下走 嗯 而且呢 尤其这个像双打 这个发球 他趋一个限制 所以对他的发挥呢 这个发挥呢 又又比较 又相对来是容易 你看他拧的时候 重心是上来的 对 不是坐在下面 就说这个拧呢 就说我们一般来看 如果是像你们专业的一下 那你手指手腕的发力 就不一样 哦 漂亮 好球啊 再把球是等着的 等着的 嗯 但是这个确实 就像您刚才讲的 这个韩国这个鞋手啊 他这个 是啊 手腕很松 一开始 对对对 接触的肯定是非常松 然后带起来 真容之急 嗯 他这个反手真实 10比10 嗯 哈哈 手腕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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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想到 他那个俩人 这把球给的落点 给的很好 嗯 有了一个追身的 对 力量并不大 对 真容之怕他们给他振手 跑过去 所以他人家预先跑的小胞 嗯 顶住了 对 这明显顶住 你看扭着腰又拿上个鞋 顶住了 嘿 好球 11平 因为我刚才在想 一支上海队呢 一支打9平以后呢 他领先的 一支领先 先领先 刚才落后了 现在打中平了 又11平 9平11平11平 看看后面啊 谁能够先得2分 真是很关键 啊 这把球抓得好 没有 他发的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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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他出去了 他玩半岛了 可惜他自己 对方呢 是捷球有点是小 但是是出去了 这个是 应该讲这个也是低级失误 是 好 不容易 这球拉到 就他这个几个拉去 刹打 我觉得在刹打 他就发挥了 就正好发挥他的长处 你能挂起来 能什么都可以啊 加转 这个当中 包括双方的教练 嗯 包括现在 大家看起来都要看得出 在这个盘 这个这个这对配合里面 谁为主 对 他的控制局面 否则话你都 搞不搞不清楚 最后输的怎么输也不知道 嗯 郑融智发球 现在这个上空必须是 要放松了以后拉加车 机会 哦 好球 好球好球 这个 这个球上空的这个球就是说 应该这个再 在这个加厉点来谈一谈 对 他点还要偏过去 对 不能完全走 双打当中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嗯 好球 差点 这个你看 这一拍他的影拍就不是很大 但是 这把球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连接双 叉出手了 叉就进去 嗯 这种叫什么快速连接 对 这个 这场双打 你别说啊 真的也是很第一局就很精彩 13平了啊 技术含量真的吗 9平啊 实在是13平 因为每次关键是什么 上海就在打9平之前 他一直9比6他领先呢 我就担心他到10平以后 10比11落后以后 气现在还在 那个时候能打得不错 好球 不行啊 这个到底是 漂亮漂亮 这个 叫暂停了 江苏中超请求暂停 对 这个很关键 14比13 关键理线 这个暂停呢 因为也很简单 这个暂停呢 这个暂停呢 因为也是江苏中超教的 对 所以说你看那执导 上海队执导的时候 王李琦主要要跟上坤讲 叫上坤 通过上坤 再传达给这个照片 上坤 现在这块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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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看 嗯 嗯 很透 不单单只看到掌断 他每个环节 对 你扣得住还是扣不住 对 对 漂亮啊 漂亮啊 他这把球重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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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阵容只就有了一个阴公啊 他下面手里加了一个转 手看不出来啊 嗯 这个球很转 他不能挑了 你要不就拉上坤 要么就再摆回来 对 摆回来他肯定是吃亏 不错不错 好球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这样的话我们看到上海队现在是领先 算先这个能到得到几点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握住啊 这板球看上去是在对冲 嗯 实际上两个两队两组啊都在含一口气 对 上海队的气比他们要长一点 如果你先把气松掉了 后面就没有了 现在是蔡美发球 对的可惜 但是就是滚网了 这板球是对的啊 如果他稍微高点不滚网的话 那上台 这板球他就是这样弄的 没弄到是打上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死角 对方就很难接了 15平差了一点点 他这板球就是应该这样的 这比赛啊就是很精彩 你想想从9平打到15平 这个这个比赛 打得很 最怕的是这板球他上来这样躲一板 嗯 就是应该这样打 15平上坤发球 那么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变化 因为你看这个有个底下的手势 他做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要有一个交流 我发什么球 我发什么球 后面你怎么衔接怎么打 来看一下 对 应该是发一个转 嗯 他出了一个小子 嗯 哎 哎 这个就上坤有点手软 啊 可惜这个人 这个不应该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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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争夺的确实是很激烈 大家就真的是每分 be争 因为现在打到了16比15 好吗 正好 他真难 真难打一看 对 他这个拧呢就是有效拧 嗯 哪怕不发力的话 他这个选拦比较贼 对对对对 别人还很难接 尤其是双打他的更更一行 就是的 你要单打的话可能又不一样 对 因为我发行球我就后面接着我打 那么现在双打不一样 我发行球你拧过来 其他人接了又不一样 不错不错 郑铃之今天正式起了一个中六点 好球 这个球上坤 准备的很久 这把球是标准的发球抢车 现在上海队再度领先了 拿到局 因为从九拼以后呢 到十拼以后呢 一直是对方领先 刚才有过一次 也没有把握 现在又是再度领先 来看一下 这个比赛打得精彩 所以双打这个 郑铃之打到目前为止 我对他的评价比原来要高一点 打双打的时候看得出来 他的意识非常清楚 该上手他一定上手 只是 好球啊 这就好球 对方以后在落台内 这个是真的是 今天这场的时候啊 我觉得啊 无论谁吃谁赢 但是是一场高水晶级赛 也是我们观众大包演书 对 真的是 实际上他们四个人全部打开了 对对对 真真叫开了锅了 嗯开了锅 嗯 哦 漂亮 漂亮 彭琳辉这个球呗 啊彭琳先这个球呗 对吧 这个球 上坤 上坤你看就速度上 看着对方的跳 这个球漂亮 上坤这这半球大意了啊 对对对 你以为这半球他接不过来了 实际上这半球技量并不高 嗯 因为他没有落点分 对对 然后对方呢 死我顶饮了 漂亮 我们觉得 加州中沙电篮也是 孔立宣和这个蔡维啊 经过这个艰苦的这个比赛 十八 十九比十七 终于拿下了这个 这盘这个双打的第一局 打在这个份上 你已经说不出来了 到底谁打得好 对对 最后就是一个临场当中 这局球 无论就是谁谁输 我觉得对双方来说 锻炼的很大 就是对 运动员肯定想 这一局球说顶三局了 就打了 一分也高 锻炼价值不一样啊 因为你是平分以后 在一分一分交错 真的要这把球说谁输 对 就是输在那边 刚才那个球 对对对 你打在人家的手上 对被孔立宣打 那你看着王立宣的表现也知道 就是尽管这局我们输了 但是他呢还是很高兴 你看到了 我们这个 这个谁啊 这种游戏和唱歌配合的不错 配合啊 不错就是有 还能提高上升空间 挺好 因为这个我们讲了介绍就是说 到了第三场双大比赛 他是三局两个胜 所以这个第一局 谁胜的话就不一样 很重的啊 对很重的 对很重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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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来看呢 现在这一轮应该对上海的稍微有力一点点 这上坤的左手在打他的右手 嗯 蔡伟 嗯嗯嗯 刚才呢是阵容值的球 他在接阵容值的球 那比较正 嗯 现在呢这个左手对付他呢 他稍微有点斜 嗯 对吧 好 到现在就看得出来 那这种是你看那个球 他敢一处排内球 我还是 所以刚才那局如果拿下来的话 我们就有对对 很有可能这一 所以现在对这个上海队来说呢 一定不要气馁 嗯 咬住 这个球倒是对方呢 其实就也没没没用力啊 没有没有力 所以他反正见不上力 因为他现在做的是做了是不是 做一个防御的准备 对对对 他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 嗯 整个人顶着了以后想借他的力 突然之间他没有借上力以后 他就发不出力了 好 太伟 这球呢是没有拉上 那么这样的话呢是 斯敏 口令宣言员呢 他的等于属于山东队的 嗯 一字界的外面 那么山东队 鲁能队人比较多 你看 这反手还可以啊 郑融赤的反手是有点实力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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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varied 完全想不到啊 这是 轻浦 轻浦 真荣之 还有那么多的粉丝啊 他这个粉丝 不是说轻浦 我刚在外面看见了 有许多城链各地来了 哦 就追着他走 是啊 我刚刚碰到他了 我这个小蛳好 metabolismo 已经在说 听到他介绍说半天 有的追到了韩国技 他什么�回去啊 什么坎 他还在查 那还不容易 他的粉丝很多 好 球 这个球不错 大家觉得很被动 郑融智很出名的打球 他这个打球 确实就要他来调动 他来控制 应该讲上海中心 把他招过来还是满队的 这个是个蛮好的战略措施 你看 很巧 并没有这么发力 当我掉起来挂起来 拉了 不错 现在是对决 这个比分上来看 大比分领先 对 没关系 2比8 像这种球 对方没有跑开的时候 你给一两个这种球 问题不是很大 他已经跑开了以后 只要你一偏软 没有速度 他马上上手 双打当中 这一旦上手 你就很难 对 看见吗 那么现在其实 对于上海中心来讲 你其实这个球 关键就是说 对 彤立轩要注意 他的有杀手 你像刚才这个蔡维 他刚才就是 有个球就没打 不一定就是有那么 那个时候他就心里打鼓 不一定是敢那么下手 现在很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要上手 而且还要有质量 这没什么话 你要等他对方的失误 这是很难的 对啊 就必须要加油 他当然这次是反加的 因为这好 这把球又来一个音转 加了一个转 这种加战 他主要的就是手指 在最后的动力 4比10 上海的发球 现在上海中心呢 也是得到据点 双方打平以后呢 一比以后呢 我们说三局两胜 那么最后第三局 其实决胜局就打七分之 对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赛制很有意思 机会 漂亮 11比4 这样的话呢 是上海队的上海中心 拿下这个第二局 双方这个局分的是 1比1打平 待会儿来看一下 这个最后的这个决胜局 决胜局打七分 3比4 1比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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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